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游戏 打武术 她不再孤单了 爱你爱你 愿你快乐健康成长 妈妈上 为什么我想流眼泪呢 从照片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蔡兽芬对儿子浓浓的爱 因为她把儿子强吻成了表情包 网友们纷纷表达了祝福 同时发现蔡兽芬儿子的笑柄竟然叫鱼蛋 不过此鱼蛋的确可爱 看上去未美Q弹 靠着全网的祝福和蔡兽芬的交持 小鱼蛋登上热搜 蔡兽芬非常不容易 从她的自立行间 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 她非常的爱丈夫张静 蔡兽芬在2009年46岁的时候 高龄产下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 鱼蛋 而她生大女儿的时候已经是38岁 生二女儿的时候呢40岁 都是处在危险的边缘 也需要她自觉是幸福的 但是这背后真是吃尽的苦头 所有的母亲都是很伟大 因为他们在拼了性命地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 将我们抚养成人 希望小鱼蛋能够健康地长大 未来不仅仅成才 还要孝敬自己的母亲 不少观众对蔡兽芬的印象呢 应该就是那个 普通话怎么讲不好 还经常给大家带来欢乐的皇后娘娘 但是在渐日某综艺节目上 一项大大咧咧的蔡兽芬难得面对镜头 会以往续 韩类肃说自己曾经很自卑 甚至骂自己吃垃圾 觉得自己很没有用 其实啊 在遇到张景之前 蔡兽芬的人生并不幸福 她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 5岁的时候 父母离异 父亲一早了知之后 原本就是一个赌徒的母亲 更加的堕落 很快便欠下了巨债 所以蔡兽芬的童年啊 几乎都是在颠沛流利当中度过的 不一定哪一天啊 晚上刚睡安稳 就是因为寨主找上门 而被母亲拖着逃跑 为了活命 不得不东躲西层 蔡兽芬也是因此经常转学 从来都是没有执行朋友 蔡兽芬在之后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我没有认识到友好的同学 就是要有真的同学喜欢自己了 一定要请他们吃饭 买礼物给他们 那时候钱也不多 但是自己不停地出钱 希望可以讨好人家 家里没有收入 蔡兽芬的母亲啊 就是想着从女儿身上赚钱 蔡兽芬的母亲见蔡兽芬长相貌美 便是在蔡兽芬15岁的时候 让她参加TVB举办的超模大赛 但是这场比赛 蔡兽芬并没有得奖 蔡兽芬是直到17岁那年 参加港界的选举 才一炮而红地拿下季军 颁奖的时候 记者询问蔡兽芬有何感想 蔡兽芬甘尬一笑 选美也是家人的意思 家人自己想做明星 做不到 便是把希望放到了我身上 蔡兽芬因此变成了母亲的摇签树 从港界进去娱乐圈 18岁就是签约TVB 出演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极度空灵》 据说 蔡兽芬的母亲之所以逼迫未成年的女儿积升娱乐圈 是因为想提高知名度而解释父侯 替自己还债 为此 母亲和阿姨还坚持接受蔡兽芬和父侯吃饭 喝茶 于是蔡兽芬便很快地进入到了刘鸾雄的猎鸣名单 而且母亲和阿姨还曾经被曝 在两人约会的酒店楼下挑选猪暴 在蔡兽芬18岁生日上 有一位学名男士还豪炙千金为他在豪华酒店取资百万举办派对 当时蔡兽芬对媒体说 生日会的费用全部都是由阿姨承担 但是事后阿姨确实对着媒体透露 这位男士就是刘鸾雄 不过比起刘鸾雄感情名单当中的李嘉欣 关志玲等女性争锋之处 蔡兽芬确实对这段往事尤为避忌 甚至刘鸾雄的放弃薄永勤也曾经表示 在老公的女友名单当中最心疼蔡小姐 并且直赞她却无奈 但是特别的乖巧 保永勤甚至还给蔡兽芬爆了英语般合理一般 希望蔡兽芬能够陪着刘鸾雄出席各大场合 开辟自己的事业 多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 但是出道十年的居高篇酬 再加上刘鸾雄的撑腰 蔡兽芬却依旧是无法填补母亲的赌债 而且祸不担心 蔡兽芬的阿姨为了一己私欲 对媒体说 蔡兽芬是自愿被保养的 母亲的债务 亲人的背叛 愚论的攻击 瞬间是压垮了蔡兽芬 她也是坦言说 2000年是我一生最沉痛的一年 她甚至想要自杀 朋友告诉蔡兽芬要改变这样的情况 必须要狠心一点 不要再帮母亲换债 于是 蔡兽芬下定决心召开记者发布会 宣布和母亲断绝关系 求债主放过自己 在镜头面前 蔡兽芬痛哭道 自从我从事这个行业以来 我就是把我的全部收入 都是捐给了我的家庭 我的母亲在赌博方面有很多的欠债 我为她还了很多钱 我真的很害怕 我很累 现在我想向大家宣布 我没有钱 将来我也不会为她承担任何的债务 和母亲断绝关系之后 蔡兽芬也是和刘兽芬切断了关联 她的生活重新走回正轨 并且在这个时候 遇到了惺惺相惜的吴奇隆 两人相继出演了《创世纪》等作品 或许是遭遇相同 蔡兽芬和吴奇隆很快地就是走了一起 可是原本都是传出混讯的金头玉女 虽然还是因为彼此的家庭压力而被迫分开 直到03年 蔡兽芬才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她和张静在拍摄《水月洞天时相识》 又因为张静是剧组当中唯一一个会说粤语的人 两个人便是走得更加亲近 张静刚开始追求蔡兽芬的时候 蔡兽芬是不敢接受的 她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好女孩 怕张静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过去 甚至她还想过把张静介绍给自己的闺蜜 蔡兽芬是想等到张静第四次表白的时候才答应的 两人恋情公开之后 外界并不看好 不断明里暗里地讥讽张静吃软饭 因为蔡兽芬已经是一个宏集一时的女性 而张静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武生 而且在相处当中 蔡兽芬在生气的时候 还会经常说些狠话 要和张静分手 但是就算是这样 张静也一直对蔡兽芬不离不弃 两人互相扶持 最终在08年走进了婚姻殿堂 用行动证明了对彼此的真心 如今还有三个可爱的孩子 2014年 40岁的张静入围金像奖 赚获了最佳男配角奖 她举起奖杯 对着台下的观众说 我要感谢我的太太蔡兽芬 有人说 我这辈子都烧烤她 没错 我这辈子的幸福就烧烤她了 某次 蔡兽芬和张静一同出席了活动时 翘风流乱雄和甘比结婚 接受记者采访时 谈到了女儿两人都是乐开了花 可是当记者问到蔡兽芬 有留意到刘乱雄先生再婚吗 蔡兽芬顿时黑脸 表态 到今天不回答这些问题 张静也是转身大刻一声 化解尴尬 但是张静对蔡兽芬的过去 已经二出 但还是会很爱护和珍惜她 这一生蔡兽芬 非常感谢张静的包容 改变了她的生活 甚至觉得前半生啊 仿如另外一个人生命 如今患如新生 当听到蔡兽芬说 自己何德何能 有这么多人喜欢我 现在有这么好家庭的时候 张静的第一反应也是说 自己何德何能 能够娶到蔡兽芬做太太 父亲节 蔡兽芬也依旧是炫夫 公开表白 张静是最有能力的父亲 为这个家做牛做马 还晒出了张静和三个孩子的合照 很多人都说 蔡兽芬和张静是女强男弱 两人的婚礼呢 也是相比其他明星 要启纳得多 但是蔡兽芬的炫夫 狂魔的称号 并不是作秀 张静就像是她生活当中的阳光 是张静让她拥有了另外的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